看 我的睡衣已经换好了 小蝙蝠还带翅膀 是不是跟我一样 傻 傻 你傻得可爱 是不是 我说你们三个人 能不能高兴一点 咱今天是开的睡衣派对 你们这都什么动静啊 累呀 烦呢 丑 丑死了 这点吃的我跟你说 都不够给我解压的 不是 我这一项够了 够我解压的吧 是 好 好 别搞我这些鸡里咔嚓的了 我现在啥也不想干 我要藏会儿啊 行了 看你们三个烦的 我今天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神秘大礼 马上就到 你看 说来就来了 喂 快递员是吧 你进了小区之后呀 左转 然后再右转 对对对 然后再往前走一点 太磨叽了 我跟他说 喂 快递是吧 对 然后你左转右转 晚上看到一个超市 超市完整你再往里走 然后再左转一转直走 然后你就站上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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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来 喂 就是1104 对对对 好嘞 什么话说不明白 你别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我真是 我烦得就是我现在说话没有人都听得明白 你知道吗 我老公我说话说都听不明白 我老公我跟你说 晚上的时候他跟我说 媳妇咱俩抱一抱吧 抱一抱我也乐意跟他抱 你知道吗 然后我一个人说我说你去那个卫生间 你去拾了拾了完了之后 你去洗根树刮完胡子 完了之后一把脚也给洗了 然后收完树 收完树 就这么看着我 就跟你发个眼神一样 我说话说得这么清楚 都听不明白吗 真听不明白 行了 史册 我看你就是上火了 我给你去准备一个凉茶 您说册啊 你真的不能太暴躁 一个女人太 说谁暴躁 我是受不了性子慢的人 知道吧 现在性子慢能干啥呀 腿慢了你赶不上公交 手慢了你抢不到红包 工作慢了你抢不到红包 工作慢了不上竞争对手啊 像我这样的女强人 我不容易呀 像你们俩知道 憋吃了就知道咔咔咔吃 还有你就知道哈哈哈哈乐 你们俩能不能寻思寻思 还有你 上官场啊 不要再端茶倒水了 你是个男人哪 别说话了 让我躺会儿吧 你买得太暴躁了 我跟你们说点高兴的事吧 爽 你们谁有钱借我点 爽 你咋又借钱呢 那个那个我弟结婚 不是 你弟不是去年刚结过婚吗 这回是我二弟 你借你借多少啊 借十万 谁随理随十万呢 不是人家女方说了 这次呢要盖一个二层小楼 还要一个拖拉机 那你这十万块钱也不够 我已经想好了 先把一层盖上不封顶 等有钱了就把二层盖上 没有钱就把顶封上 老婆我跟你说 这事你不能都往自己身上懒呢 你那么多弟弟 你以后咋办呢这事 我也不想懒呀 但我们小城市就出来 我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人 家里人都觉得我收入好有钱 每次一回去 那前呼后拥的 也就跟那仙女瞎凡似的 回头啊 再说了 我是家里老大呀 你是老大呀 那你也不是老大呀 你一个月找个七八千 完了之后 击击击击击公交完了 然来回回的 你这生活的你已经是应付了 咋又没懂啊 好我跟你说啊 你看你一个月工资八千块钱 在这大城市生活 已经江江巴巴的了 对不对 再说了 你去年你弟结婚 你借的钱你今天刚还上 现在又借 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对呀 你看你那小瘦猴脸 你就别打肿脸冲胖子了 你得会拒绝 我不会呀 那再说了那都没面子呀 跟我学 来来来 我现在就是你弟啊 好 姐 姐我十万块钱 我要借魂 盖个二层销楼 再卖个拖拉机 行 行什么行啊 你有钱吗你就行 那 那我弄我那我弄 来来来来 你管我借钱 老师啊你能不能借我十万块钱 完了之后我弟弟结婚 你去 懂了没 就这么简单呀 就这么简单 那你不会觉得很没面子吗 根本不会 是吗 来来来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姐 借我十万块钱 我 我借 快点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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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你跟他说这个事不行了 你就不去 喂 二弟 你是不是要管我借十万块钱 盖个二层销楼再买个拖拉机 好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行 好 我明天就给你打过去啊 那你再给咱们 给我挂了 行吧行吧行吧 我去看看还有多少钱可以借给你 谢谢 小婉婉 我真的我好好跟你说啊 这事你绝对不能这么弄了你知道吗 这 我的妈呀这又来了 愁死我了 你愁啥呀 有个事吧我一直没跟你俩说 是这样的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每天晚上我老板都给我发可多微信了 发啥呀 他说 睡了吗 好想你 易老板 易米发 长得帅 开马杀 每天晚上 给你发 睡了吗 小女的 嗯 别吹牛 我知道小姐姐 你想让我们开心 但你不至于讲这么烂一个笑话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就说这事啊 我能跟谁说 我跟谁说都不相信呢 我跟你们两个说 我们更不相信 啥 那那那要这样的话 你就答应了呢 卖不是挺好的吗 这事不能答应啊 就我这条件啊 那其他人不都得认为我为了上位 我追的老板 咋整呢 丑死我了 哎呀 你现在这情况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 哈哈哈哈 啥呀 你有闲了吗你就哈哈 你老公听到你说话了吗 你就哈哈哈哈的 那我听不懂我说 第一次见我前面姑娘的老公 你好你好 您是小淘气是吧 对就是我 那您订了自然堂水光面膜到了 您检查一下货物吧 对了冒贝子问一下 您家是不是养狗的 你咋还让狗接电话呢 给它吓我一跳呢 什么呀 什么呀 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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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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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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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干嘛干嘛 我们准备的神秘大道了 啥呀 自然堂水光面膜 谁没敷过面膜呀 这谁敷啥面膜呀 哥哥这可不是普通的面膜 来拿着 这 这有啥不一样的呀这 这是自然堂的水光面膜 是冰川水水光面膜 告诉我 你们现在感受到了什么 我管你 我感觉身上的担子变轻了 压力变小了 就连驮着的背 也变直溜了 我感觉肌肤吃饱了水 我感觉整个身体里 充满了能量 我感觉我的腿没有动 脸就出去溜达了 我跨过了高原 来到了雪山 我真的来了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太奇妙了 看来面膜的功效已经发挥了 现在告诉我 你们看到了什么 我仿佛来到了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那是什么草原 喜马拉雅的帕里草原 在哪里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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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子 我看到人间仙境 鲜花盛开 地波荡漾 我来到了湖边 透过倒影 我看到一位绝世美女 天哪 原来我就是她 她就是我 我看到了水滴露在地面的那一瞬间 我看到了每一片花瓣 绽放的那个瞬间 我看到了白云飘过我头顶的那一瞬间 此时此刻 我只想对我的老公说 包一包 那个包一包 包我之前你先去洗个脚 包一包 那个包一包 洗完了脚之后再好好包 时间到 来 把面膜摘下来 还灶吗 不灶了 我感觉我原来的生活方式实在是太快了 太着急了 现在我才觉得 生活应该轻轻松松 愉愉快快 这样才能发现世界的美 我决定放下面子 告诉我的家人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会努力 让你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不要再自卑了 我决定鼓起勇气 勇敢地接受老板对我的爱 因为 你本来就很美 睡衣派对正式开始吧 一点都不会累 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年 那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 完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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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